今年79岁的西藏农民伦珠错母 是距于拉萨河之流蓬勃曲源头春堆村 剩下的一场晨雨浇灌了门前的土豆和青柯地 田野连着远处的山巒都是一片生姬的绿色 近日 记者前往拉萨市临州县春堆村 探访之户普通的藏族家庭 记者到访时 伦珠错母站在自家藏院露天阳台上 望着楼下院内玩耍的曾孙 陶醉其中 伦珠错母是农奴的后代 她回忆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 春堆村周边是春堆庄园领主的土地 她自幼没有见过父亲 母亲是奴隶 因为日子太苦 母亲带着妹妹去流浪 干苦力 再没有回来 她与姨妈相依为命 上世纪80年代末 伦珠错母的丈夫因病卧床 1992年去世 家里没有了劳动力 本就艰难的生活 雪上加霜 伦珠错母说 最艰难的时候 白天出去拼命干活 回家自己省吃俭用 照顾孩子 晚上和孩子们挤在只有一层的微房里睡通铺 家里没有鱼粮和沾巴 常常需要邻里和村里接济 这些地方在近年不是洪国家他们的生活 在旅行是蛮在外国人生活 所以在下来 如果家乡都是一个房子 他们每天都没有人在家 或是家习路线房里面 也不能吃也不能吃 就像这种地方 跟他做很多原因 这些地方 非通过家乡 甚麽是维朝楼 在家乡工作 そこ都是来自家乡 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彼时,中国官方开启新中国第一个 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 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 2006年,当地实施安居工程 伦珠错姆家获得政府补贴2.5万元人民币 村民们出工出力,帮助老人一家建了安居新房 自2015年底开始,西藏全力进行脱贫攻坚 伦珠错姆一家和全区62.8万建达利卡贫困人口一道 摆脱了贫困 伦珠错姆现居住的藏院,面积有12住,约190多平方米 记者从村委会得知,伦珠错姆属于村里的寿星老人 每月享受210元生活补助,即每年600元名正补贴等 记者告别伦珠错姆家时,三岁的曾孙熟睡在他的背上 老人说,他已多年不参加田间劳动 在平日里,除了照看曾孙之外,还有日常礼佛 每月还会坚持前往寺庙,赚金共灯等,回想过往 他所经历的时代和苦难都已经远去 如今过上了四十同堂的甜蜜生活